好 接下来我们的国际时间 我们要请到了我们的国际主播 真荣来告诉我们 华为上半年好像推出了 蛮多新手机在市场轰动 那现在呢 华为的常务董事 余晨东又大爆料 但是到底明年会有什么新产品呢 今天有最新消息吗 把时间交给真荣 好 大家好 午安 继续熊现场 我们现在来聚焦的是华为 在8月底的时候推出了新手机 Mac60 Pro 好 当时呢 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 引爆市场轰动 在中国大陆的很多省 他们的门市都是挤爆了排队 想要抢购新机的人潮 而现在常务董事余晨东 在花粉年会上头 他先提前泄密 不过他讲的蛮隐晦的 但是呢 他重磅宣告说 华为明年将会有 这个引领性 创新性 还有颠覆性的新产品 并且他还发下豪雨说 这个产品会改写行业历史 好 当然现在外界就推测 这个所谓的颠覆性产品 可能就是搭载鸿蒙系统 有关的终端设备 来听他说吧 华为是在今年八月份的 开发者大会上头发布 全新的鸿蒙操作系统 Harmony 4 好 接一项操作系统 在智慧交互 还有高效生产力 跟个性化服务 三个方向是持续增强的 九月底 华为秋季新品发布会上头 于晨东台也宣布 全面要启动鸿蒙原生应用 而即将问世的新产品 当然现在花粉们是拭目以待了 好 但现在呢 对于明年2024年 野村投信现在就预估 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 会是如何呢 好 野村现在就预估说 大陆的经济增长 可能是会趋于保守的 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挑战 另外还有所谓的新三样 好 现在有可能会面临 产能过剩的压力吗 好 这新三样到底是什么呢 包括了就是中国大陆 这几年一直推动的 新能源汽车 电动车 还有锂电池 跟太阳能电池这三种 分析指出在今年以来 相关领域的投资 对于经济拉抬效应 是很明显的 但是接下来的挑战 就是可能会面临到 投资力度降低 产能过剩 出口下降等等的压力 好 但现在中国大陆 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围堵 积极自主研发半导体 那南韩当然是因为地缘的关系 就夹在美中之间了 当然他们想要急于强化 自己的半导体战略嘛 南韩总统尹熙越在今天 他就飞往荷兰来进行访问 他将会在这一趟行程 造访荷兰的半导体大厂 艾斯摩尔会聚焦的 当然就是半导体合作的 相关议题来做讨论 好 持续要来关注的 这个国际焦点 就是现在的尾巴战事 开打已经两个多月了 现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就呼吁哈马斯 赶快放下武器 立刻投降 他强调哈马斯现在气数已尽 已经有数十人投降了 而目前以色列战车已经攻入 加萨南部的主要城市 甘尤尼斯的市中心 当地的民众就形容这个枪响 还有爆炸声响 持续了数个小时都没有停 但哈马斯现在就强调说 除非谈判 否则以色列是没有办法 靠着失败的军事行动 讨回任何一名人质 好 也因为尾巴战争的延烧 现在美国多所名校 校园里头出现了 所谓的反游声浪 好 这是美国长春的名校 宾州大学的校长麦吉尔 和董事会主席席克在9号的时候 就宣布辞职 而现在纽约时报就分析 麦吉尔的辞职 其实是因为他日前 在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之后 面临的非常大的压力 女士 McGill 在 Penn does calling for the genocide of Jews violate Penn's rules or code of conduct yes or no if the speech turns into conduct it can be harassment yes I am asking specifically calling for the genocide of Jews does that constitute bullying or harassment if it is directed and severe or pervasive so the answer is yes it is a context dependent decision congresswoman it's a context dependent decision that's your testimony today calling for the genocide of Jews is depending upon the context that is not bullying or harassment this is the easiest question to answer yes Ms. McGill 好 当时我们看到整段这个 众议院的听证会的过程 其实是发生在5号的时候 当时麦吉尔他就出席了这一场 关于校园反有主义的听证会 就被众议员给质询说 这个校园里头有一些声浪 是在呼吁屠杀犹太人 是不是真的构成霸凌或是骚扰呢 好 当时大家也听到他的回答 是没有正面不置可否的回答 所以当然后续就引发了 校园里头的非常多的犹太学生 教职员还有校友的不满 好 当然现在这个舆论持续发酵 所以后来他就黯然请辞了 同时他也是以巴战争以来 在美国大学校园当中 引发各式抗议的政治风波之下 第一位受到牵连而下台的大学校长 而同时间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 也因为在国会证词言辞闪烁 所以现在他们也是深陷了反有风波 好 现在WHO的秘书长谭德塞 他就表示说即使说执行委员会 紧急通过世卫动议派遣更多的医疗人员 到加萨这边 但是还是很难改善加萨现在的困境 巴勒斯坦官员也形容加萨这边的卫生状况 真的是具灾难性 几乎是没有干净的用水或者是粮食或电力 而现在中国大陆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程序 他就再度呼吁推动停火指战是当务之急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 特别是在巴以问题上有影响力的国家 切实发挥负责任作用 推动全面持久停火 切实保护平民生存权和健康权 第二 化解卫生危机是重中之重 各方应千方百计保障医务人员和卫生设施安全 支持世卫组织和其他人道机构工作 为当地提供其需的药品和医疗设备 其时救治和转运商员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喔 请搜紧更加的热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明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